不過在戰場上頭 大家看到的是 非常血淋淋的狀況 但你來看到的是 在伊朗 他們現在傳出了 目前他們在敘利亞這邊 其實是有一棟樓的 當時伊朗這邊 他們的命軍正在這裡開會 結果突然之間 三架戰機過來 從天而降的降下了炮彈之後 四層樓馬上被移為平地 同時在裡面的伊朗正副司令 雙雙命喪在裡頭 他們就強調了 總共是死了五名的伊朗軍官 現在萊西已經講了 必須要對以色列 來採取嚴厲的報復手段 以色列講法是說 為什麼這次行動有必要性 原因是因為 伊朗和他們附屬的武裝 就在這一邊存在 如果在這裡存在的話 對我們會構成威脅 其實以色列到目前 伊哈戰爭持續在開打當中 對於鴻海所受到的影響 當然到現在還在持續當中 而胡塞青年組織 他們持續的在鴻海這邊 對於經過的包括了 美國、英國的船隻都會有所攻擊 所以美英又再次聯手了 做的是波塞頓的一個 只是這個攻擊是不是真的 能夠把他們給完全擊滅 其實大家是打一個問號的 因為現在他們也講 我們現在也有去襲擊 美軍的霍輪 美方對此是否認的 但是您看看 現在除了鴻海之外 外圍一點的亞丁灣 也開始變成了一個新的場域了 現在伊朗直接參與 這樣大家就開始想問的是 這一場的行動會不會最後以它戰爭 衍生成一個區域上面 大家整體上面的一個戰爭行動 英國現在開始針對他們的 海毒蛇飛彈系統 他們要升級了 因為他們說在燕門這邊 持續有受到一些飛彈的威脅 當然大家看的就是彼此之間的角力 英美以及在伊朗這邊 是不是能夠跟他們整個 穆斯林這邊的兄弟能夠團結起來 至於在非洲這裡則是另一個角力場 因為中國他們開年之後 以往就是都先來非洲這一邊 來做巡迴 好 中方離開之後 布林肯馬上緊接著來 大家講的當然就是 他希望能夠洗一下 不要讓大家通通的往那靠攏 這一次包括有奈及利 還有上海海岸等等等 希望加強夥伴關係 希望給一些的經濟 或是給一點甜頭 但真的夠嗎 因為這以為他們有通過兩項計劃 說要對德偉角這國家撥款1.5億美元 但是其實德偉角在美國 是有大量的僑民了 彼此之間早就有合作 真的能夠抗衡嗎 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他們是希望從基建來下手 以往在基建的這個部分 其實中國的強項 但這一回為什麼歐美他們能夠拿下 安哥拉的30年特許權 好 主要是因為 中國製的火車站說現在出紐漏了 所以讓他們決定氣中投美 那當然2022搶下了這個30年的特許權 對於美國對於英國來說 是非常大的一局 大家開始在說 美國耶 以前覺得非洲這邊 他們應該根本就很少去吧 現在因為中國每一年都去 而且歐洲是他們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略的扶植的地方 所以總是跟著中國走嗎 中國去哪裡 你就非得要去一次嗎 雙方其實在這一邊 你來我往到底是誰踩誰 最後誰能拿下誰 其實沒有人知道 而請教賴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這一場戰爭到底到什麼時候會截止 也沒人知道 最新是以色列現在他們講了 說因為伊朗他們自己在這邊的勢力在擴張 所以我必須要行動 萊西非常生氣 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有限度的 目前來講還是有截制的相互的報復的行動 事實上是在升級 升級到什麼時候會擴大 我們還在觀察 前一段時間就是以色列先把伊朗的一位民兵的指揮官 殺了 殺了以後 伊朗馬上就報復了 伊朗就鎖定了 以色列派住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區 那是美軍的控制區 但是它是屬於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區 那美國人控制在這個地方 所以伊拉克政府沒辦法急於統治這塊地方 這個地方美國設有領事館 領事館外有一些豪宅區 裡面就有一個以色列的情報的點就在那個地方 那個情報點就在那個地方以後被伊朗摸到了 那確認了以後 伊朗採用精準的一個打擊 所以用一枚導彈就把這一個住宅區 豪宅區的移動房子打死了 裡面死了大概兩到四個人 那就是以色列的情報人員 那以色列情報人員被打死之後 以色列馬上就報復了 那這一次的報復就在選擇在 叙利亞的大馬四格的 司令館區外面的豪宅區 那司令館區外面的豪宅區裡面 有一棟建築就是我想各位在一些圖片上所看到的 那一個豪宅區裡面 那就住有是這個伊朗的民兵組織的指揮官 他們四五個人住在那個地方 他們是正式的官方身份 是敘利亞政府邀請伊朗的這些軍事顧問 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以色列把點摸到了 就把這個點就炸了 那現在伊朗的總統宣布他們一定會報復 所以目前來說我的判斷是 伊朗的情報人員也一定會想方設法去尋找搜索 這個以色列派住在海外的 不管是在伊拉克或在敘利亞或是在 那以色列也一定會再度報復 反正信同樣 因為他們的宗教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那麼他們堅信以牙還牙 所以一定是報復 那所以但是這個螺旋的報復會不會慢慢的擴大 很有可能 那另外有關於夜門的這個問題 夜門的訴求它在縮小打擊面 所謂的縮小打擊面也就是說 它對於鴻海的封鎖 它只針對美國 英國跟以色列 所以它已經確認了說 中國大陸 俄羅斯跟德國的任何船團 是不受攻擊的 那目前來說的話 那等於是縮小的打擊面了 所以變成鴻海的這個跟夜門的衝突 就變成美國跟英國的事情了 因為法國 德國 義大利等 他們就不參加美國的軍事行動 好 可是伊朗看起來 也已經開始要介入了 因為這是路特社的報導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美國跟英國的這種軍事行動 並沒有辦法摧毀 夜門的這個攻擊能力 為什麼 因為相當有可能 伊朗會把夜門所需要的這些武器 那麼源源不絕的會送進夜門 所以鴻海的這個緊張的局勢 短時間是沒有辦法解掉 好 整個區域上面看起來 在2024的開年 還沒有辦法真的能夠回歸平穩 到底今年要到什麼時候 才能看到這番氣象呢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 在現在到底整個大外交上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看 特別是在非洲這一塊 王毅才剛去玩布林肯 後腳就到 請教卓老師 好 其實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非洲競爭得非常激烈 那這一次這個 王毅在非洲訪問了四個國家 那麼這個布林肯也訪問了四個國家 他們重疊的是西洋亞海岸 不過最值得關注的是安哥拉 因為安哥拉過去在冷戰時候 是蘇聯非常親密的夥伴 那當時他也跟古巴 像其他共產國家都非常緊密 當時他建立了一個叫做 安哥拉人民共和國 那麼但是最近因為 大陸在當地所建的一個鐵路 引起了一些 大陸在當地建設的一些工程 當地有一些抱怨 覺得他的這個交接 他的這個工程的銜接上 可能當地有一些怨言 結果後來美國就進來 那美國其實 因為現在整體的情況下 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物質力量上 其實光靠美國已經不夠 所以美國後來是聯合了 這個瑞士的貿易集團 跟這個葡萄牙的建商 共同去標下了 這個叫洛比托大西洋鐵路 所以這個就被認為說 美國在跟大陸競爭 非洲的基礎建設上 攻下一城 因為這個國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所以美國當然覺得 這個是它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為什麼這次布林肯 特別去了安哥拉 那事實上這個 在整個非洲大陸 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也好 或者是基礎建設 或者是援助也好 是非常多 影響力非常大 所以美國希望能夠複製 安哥拉基的經驗到其他國家去 但是美國也不是完全沒有阻礙的 也一帆風水的 相反的 美國過去在非洲的強項 不是經濟 而是軍事 但是因為從尼日政變之後 法國的部隊被迫離開了尼日 那美國跟法國 因為有這個北約的這個盟友關係 所以連帶的美國在西非的這個軍事存在 也受到影響 因為美國過去是通過這個尼日 通過法國的軍隊 在對抗這個地方的恐怖組織 那現在美國要重新尋找它的這個根據地 那相反的來說 中國大陸在西非的軍事部署 有一些進展 而這個是美國非常擔心 因為從西非到美國的東岸 非常的近 然後現在就是說 有這個所謂大英國協的國家 有可能成為大陸的軍事基地 所以兩個剛好位置互換 過去大陸強在經濟 美國強在軍事 現在大陸在軍事有一些進展 美國現在在經濟方面有些進展 所以未來兩邊的爭奪戰 我覺得還非常值得我們觀察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邀請預防委員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預防委員幫我們總結 其實伊朗 它的革命的情緒一直都是很高昂 所以你看中東 真主黨也好 哈馬斯也好 其實這個都是伊朗在背後支持的 可是他非常謹慎小心的 盡量不要去直接跟以色列作戰 因為這樣很容易把美國引進來 美國曾經也有計畫要攻擊他的核子設施 但是美國最後作罷 因為伊朗是個大國 你這一弄的話就捅了這個馬蜂窩 這蜜蜂飛出來 因為他對伊拉克 敘利亞的影響力都很大 因為他是跟現在的伊拉克執政的政黨 同樣都是什葉派 然後敘利亞他也派部隊進去這樣子 所以盡量不要 所以這次你看伊朗也很謹慎小心說 哈馬斯 我們沒有參與他的戰爭 這是他跟以色列之間的問題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問題慢慢的 就不是代理人戰爭 伊朗已經被撿進去了 他直接跟以色列就面對面了 所以這個發展下去會非常的麻煩 就有一些主要回教國家 兩個國家在競爭 因為埃及這幾年已經自己 已經站到旁邊去了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你伊朗態度這麼強硬的時候 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可能太軟 因為他們有一種競爭的關係 大家要顯示他們敢跟猶太人對抗 敢跟以色列對抗 所以這個局勢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這個戰斧會蔓延開來 但是最後要怎麼樣 怎麼進行 怎麼收藏 同樣的也是不可預測的 美國態度是很重要